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一半的阿富汗人面临极端饥饿 造成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打烂了一个国家 毁掉了一代人的前途 最后不仅一走了之 还要把阿富汗人民赖以生存的一点救命钱 据为己有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野蛮和残酷 美方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民主人权 美方应该做的 是立即解除对阿富汗央行资产的非法动静 对阿富汗人民失去的二十年 做出道歉和赔偿 将残害阿富汗人民的凶手 绳之以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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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